对 就是那段时间 我的整个情绪就挺浮躁 而且那段时间没事情干嘛 就是论文什么的也写好了 在同学里面相对来说 我是很闲的 工作也老早安排好了 论文也写好了 还有两个月 其实那段时间的 前几天 发生了跟另外一个同学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上堂睡觉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在上堂睡觉 他边玩游戏 然后一直把脚这样 抖啊 就是在床上这样 来回这样 做这个动作 发出来沙沙的声音 然后我当时就 对 我当时睡觉了 我说哥们 动作轻一点 然后没想到 他冲了我一句 他说我没动啊 然后我当时就很愤怒 很愤怒 然后第二 就那段时间 发生过这么一个事 所以那段时间一直想 就没管理好自己的负面情绪